关于脚不脚社保这个事现在已经没有太多争议了,大家都知道能脚尽量脚,但是其中另一个问题大家现在讨论的仍然非常多,问的也很多,就是如果我这个社保交闷了15年我还要不要接着脚? 为什么讨论这个问题的人特别多,因为很多朋友觉着,说我交社保这个钱交到我个人账户里产生的这个收益,还不如我拿出来做理财收益高,其实聚焦就是在这一点上,这件事到底脚满15年之后要不要接着脚,今天咱们就来稍微展开一下。 我看很多朋友是这么解释这个事的,说应该接着脚,为什么,他算了笔账,说,你看,我们都算是60岁退休,一个月交500块钱来算的话,交15年,你退休之后一个月能1397块钱多一点,接近1400,那么如果你交满25年了,你退休之后能领2300多块钱, 具体多少记不住了,你看说交25年肯定要比你交15年领得多,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呢? 其实数没有算错。 但是你这么算,并不能解答大家那个收益率的问题,因为你虽然领得多,但是你交的还多,它是一个多脚多的的问题,对不对? 那么到底应不应该接着脚呢? 其实是应该的,但是关键点不在这个数上,关键点其实在其他两处。 第一个,就是那个医疗保险的问题,因为咱们知道,虽然你交闷了15年的这个社保,但是你并不能够享受终身的医保, 大部分城市都这么规定的,男的你交满25年到30年,女的你交满20年到25年,具体城市不太一样,你才能够享受终身的医保, 这件事对于我们退休了之后是非常非常重要的,这是第一个原因。 第二个原因,社保这个东西是个基础保障,它保的是啥呢? 尤其是养老保险这块,它保的其实就是我们退休了之后活着的风险。 关键问题就来了,咱们不知道退休了之后能活多少年,你说是活到70岁还是活到80、90、100岁,那如果说我们就活到71岁多,咱们知道,60退休139个月的即发,你基本上71岁多一些,就能把我们个人账户里的钱全领完,如果你就渴这点的诊,咱们都渴这点的诊。 那你肯定不如拿出来,对吧?单从收益来讲,自己去做理财收益高。 但是,关键我谁敢说60岁的时候就说,我就活到那一天我多一天不带活的,不可能,对不对,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活得更长一些,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来了,大家退休了之后, 其实我们挣钱获得收益的这个能力是比你工作期间这个是要下降的,有多少人能够获得这个经济来源,或者叫获得稳定的经济来源,这种同志是比较少的,你可能会来一笔,但是你不一定会持续稳定。 那我当然希望我那个基础的保障要更厚实一些了,那从这个角度来讲,你比如说我活到75岁80岁85岁的时候, 我一个月可能领2000块钱和我能够确定的知道我每个月能领5000块钱那个状态和感觉就不一样了。 其实关键是从这个点讲,我们当然要在工作期间缴费年限更长一些,多缴一些,以保证我们退休了之后,这个我们不知道我们能活多长时间,对吧? 在那个区间里我们能够获得一个更加厚实的保障,其实这才是关键点。 本文源自小思淘宝 更多精彩资讯,请来金融界网站www.jrj.com.cn